收购权势 他小的美 再说 收购权势跟我们白是有什么关系 那几个老家伙还真信 一个小丫头 能收购到这么大的一个权势集团 算了 你再定情点 好的 所以你是想先放出收购权势的消息 让白是掉以轻心 声东击西 没错 不愧是你啊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好像听说 你跟白是那个白亚 能有点恩怨 有 不过收购白是我们的需求 与我个人的私事是无关的 就算有 我也会支持你 谢了 我们俩还跟我说这个 那个权势集 对你追得挺紧啊 江总 您放心 我绝不会 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的 你的消息准确吗 极光要收购的是我们 目前看极光的动向 应该是冲着我们来 木居 你个贱人 收购我们白是集团 你以为你算的什么东西 白是集团这三年来一直在亏损 虽然拿了全是集团的投资 但也没能挽回一直亏损的局势 而卖给极光集团 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白家破产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白总好气度 你不害怕破产 那其他董事呢 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 墨云 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报复 有必要吗 白亚盟我是来帮你的 被集光收购 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 不然以后真的破产 你可能就要流落街头 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 我们背后还有权势 你休想逗我们白家 倒是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爬上今天的位置 但是 下个人永远都比想 爬到我头上了 走在这种地方 你别很小心 因为草都长到大腿的高度 哈喽 说过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再谈一次 那这次收购的事谈完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 再说吧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请个职业代理人 不用自己承受的 在意吧 你不会是 舍不得走了吧 这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 肯定会有舍不得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姜桓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我也希望你能早点找个女朋友 交定去 那好 我知道了 少庆啊 你跟了莫总多久啊 两年了 不短了 你是知道 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激光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全运气 打乱了我的计划 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乱了莫云的心 对莫云影响很大 我和莫云是战友 我对她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你会帮我的 对吗 你要多去她助理那儿套货啊 我这没什么事 你不用来也行 知道了老板 对了 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石集团了 白总 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 另外 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 他们没有意见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想跟莫总单独聊几句 莫云 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没想到被亲人背叛 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怎么 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我藏起来的 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 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看 不然 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 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 还想抢走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莫云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喜在一起 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 莫云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喜在一起 别 玉哥哥 什么孩子 你骗了我 你骗我和家多台药 骗我是全玉喜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不知道你怀了这个孩子 要是知道了他就一定会娶你 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 凭什么最好是你我不敢信 朗玉 所以说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孩子 玉哥哥 你听我说 滚 你 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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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